哈喽大家好,又到了周末带娃出去玩的时间 这一次我们去的是Discovery Cube,儿童科学博物馆 这家有两个地点,分别在Orange County和LA 地址不同,开门的时间也不同 我们这次去的是LA这家 这期的视频会包括购票停车 以及博物馆里面有些什么教育学习的项目 值不值得去 还有和Discovery Cube类似的儿童博物馆 我们是在网上买的会员票 一大一小收79美金一年 家庭票是124美金 如果再加两个朋友就是203美金 4个孩子还不能满足家庭的需求 可以以额外20美金一个孩子的价格添加 最多可以再添加两个孩子 网上订票还会收取一个网页置办费 大概3美金左右 现场的话应该是不用收取的 到我们去的时候窗口是关闭的 网上订好了给的是一次性入场券 去博物馆里面再换卡 会员卡不限地点可以同时去两个地方的博物馆 单日票不可以 单日成人票差不多在16美金 孩子将近14美金 Orange County的停车场是要额外收费的 差不多6美金 LA这家就不用 停车位很多 人很少 在大坝附近 公园旁边 图书馆的后面 位置很好 就是城市看起来不怎么安全 不过不影响游玩 宁静万圣节 博物馆10月期间设有南瓜园和Halloween的特别活动项目 会员特别日会开到晚上8点 增加了Trick or Tree的专办活动 馆内所有项目以教育为目的 丰富且有趣 机关的竖琴 颜色的叠加 还有这个项目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快乐大本营的一个节目吗 虚拟的龙卷风 按指令的攀岩 风力体验 地下水知识讲解 不同于的喜好 齿轮的作用 这个小超市是大多数孩子的最爱 东西做得很逼真 可以按指定的扫码购物 学习了生活常识 还有商品分类 下次要多花点时间 来这家超市好好购物了 还有垃圾分类 设计得很好 没想到成了我家孩子最爱的项目 除了这些 还有楼上的组装晒车 自己动手设计 利用弹力发射 配件平衡 男孩大概都会喜欢 还有一整套房间 各个点教你如何节约能源 总体来说是既好玩又有趣 和这家博物馆类似的 还有La Habra的The Children's Museum 以及Pasadena的Kid Place Children's Museum 这是两家类型差不多的儿童博物馆 但里面的设施不同 内容有相似的 也有特别的 那Habra这家 非居民单日售票为12美金 普通家庭会员票 大约125美金 这家中间有个馆 会时常变换主题 有时是印第安人的历史 有时讲城堡的故事 还有过墨西哥人 中国人的生活 可以不同时间去参观 他们还有几个特别的项目 像公交车 旋转木马 农场 和户外开放的火车 以及上面的乘客 Pasadena这家 普通家庭年票为199美金 单日票是15美金左右 他们有户外的骑车比赛 夏天还可以玩水 有手工陶瓷制作 这两家在疫情前 都设有固定免费开放时间 在疫情期间暂停 离得近的妈妈们 可以办年票 经常带孩子去玩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Discovery Cube还有哪些有趣的项目吧 Discovery Cube Discovery Cu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